你想要在你的Roblox遊戲中 製作每個遊戲的右上角都會出現的排行榜嗎? 今天這部影片 克拉克將會告訴你怎麼製作排行榜 讓你能夠和朋友們在遊戲中互相競爭 誰在排行榜的分數比較多 哈囉大家好 我是克拉克 想要做Roblox遊戲去苦於英文能力 和無法理解程式語言嗎? 在這個頻道裡 我將每個禮拜上傳一到兩支 Roblox Studio的中文教學影片 不管是程式理論、遊戲與功能實作 在這裡你都能得到解答 現在立刻幫這部影片按讚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開啟小鈴鐺 你就再也不會錯過影片的更新囉 快點分享這個頻道 給你同樣熱愛Roblox的朋友知道吧 那麼右上角的排行榜 其實是Roblox內建的一個功能 叫做Leader Stats 統計數據 但字那麼常誰念得完 所以我們就統一叫它排行榜 現在它最一開始呢 只會顯示在這個伺服器中的玩家 如果我們要讓這個排行榜 新增其他不同的資料 我們必須使用到玩家的Player這個Object 然後在玩家的Player這個Object的底下 新增一個排行榜的資料夾 關於Player這個Object 我們已經有一部影片講解過了 如果你還不知道什麼是Player的話 就先點右上角資訊卡去複習一下吧 首先我們要做的第一步 就是先在Server Script Service裡面 新增一個Script 接著因為我們要使用Player的關係 我們先Get Service取得Players這個Service 再來我們要在玩家進入遊戲的時候 添加一個排行榜的資料夾 到玩家的Player的Object裡面 所以我們可以使用Players這個Service 底下的一個PlayerEdit的Event事件 這個Event會在當有玩家進入伺服器的時候觸發 我們會在這個Event連結的Function這裡 取得一個Player的Object OK那到這裡呢 我們已經成功取得玩家的Player的Object了 現在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新增一個排行榜的資料夾 放到這個Player的Object底下 現在我們輸入 LocalLeaderStats等於 Instance.new 在New裡面呢 輸入Folder 這行呢 會幫我們創建一個資料夾的Object 這個資料夾的功用 基本上就跟你平時在電腦使用資料夾是一樣的 通常是拿來分類一些資料的 你也可以在Explorer視窗底下的任何一個Service裡面 新增Folder來分類資料 我平常在影片中都不會特別分類 但我建議你如果在正式做遊戲的時候 都要使用資料夾來分類資料 接下來的這一行呢 非常重要 我們要將這個被我們New出來的資料夾的 Name屬性 修改為LeaderStats 這一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如果要使用排行榜 你一定要把這個資料夾的Name屬性 取名為LeaderStats 這個名稱呢 是要完全都是小寫 而且名稱不可以是別的單字 再來我們設定LeaderStats的Parent等於Player 這一行呢 就是把這一個資料夾 放到玩家的Player這個Object的底下 現在我們按下Player進入測試 我們看到右上角的Explorer視窗 我們把Players這個Service打開來 找到玩家的Player的Object 再把它打開來 就可以看到現在有了一個名稱 叫做LeaderStats的資料夾 放到了玩家的Player這個Object的底下 當然這樣子呢是還不夠的 我們接著要新增一個蠻特殊的 Object類型到這個LeaderStats的資料夾底下 你現在可以隨便選一個 Explorer視窗底下的Service 按它旁邊的加號 將這個視窗拉到最下面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排 寫著Values的Object 這個類型的Object呢 是專門用來存放對應資料形態的值的 例如我們經常在影片中提到的 NumberStream還有Bulling等等 其他你沒看過的 基本上都是一些 Roblox獨有的資料形態 這種類型的Object呢 有一個當裡面的Value屬性 發生改變的時候 就會觸發的Event的事件 這會在我們之後的影片中使用到 在這裡呢我就不講太多了 現在我們回到程式畫面 那我接下來呢要輸入 LocalCoins等於Instance.new 創建一個InterValue的Object 這個Object呢 是專門用來儲存一個整數的 如果你讓它的Value有小數點 它會無捨六路 還有一個NumberValue的Object 是專門給會用到小數點的 這裡就請各位要多加注意了 再來我將這個Coins 它的Name屬性呢 修改為Coins 這個Name呢 會決定到時候 右上角的排行榜 它會顯示叫做什麼名稱 接著我要讓玩家 Coins的值 也就是它的Value 預設為0 所以我們輸入 Coins.Value等於0 在這裡有一個地方 很多人都會忘記 就是我們在改變這個 InterValue的Object 底下的值的時候 要記得是要去改變它的Value屬性 而不是直接的去改變它 最後我們設定這個 Coins的配論屬性 放到LeadStats底下 我們按下Play進入測試 OK 這樣子你就成功 新增了一個叫做 Coins的排行榜 到你的遊戲中囉 不過我們總不能讓玩家的 Coins永遠都是處在0的狀態 現在呢 我們新增一個Pod 我們在這個Pod底下呢 放一個 ClickerDetector的Object ClickerDetector這個Object 會讓一個3D物件 可以偵測有沒有玩家去點擊它 接著我們添加一個 Script放到這個Pod底下 我們先定義一個ClickerDetector的變數 取得放在這個Pod底下的 ClickerDetector的Object 那麼我們的ClickerDetector 有一個叫做MouseClicker的Event事件 這個Event呢 會取得是誰點擊了它 也就是我們會在這個Event連結的Function裡面 取得一個Player的Object 那麼取得了Player的Object 不就代表我們可以取得 我們放在PlayerObject底下的 LeaderStats排行榜嗎 沒錯 接下來我們輸入Player 底下的LeaderStats 底下的Coins 加等於1 我們按下Player進入測試 我們讓玩家點擊這個Pod 喔不 Output的視窗產生了錯誤 還記得我們剛才講的 當我們要改變這個Coins的值的時候 要改變的是 這一個Value屬性嗎 現在我們重新補上點 Value 我們再次按下Player進入測試 這樣玩家就可以成功取得Coins囉 不過我們的排行榜呢 肯定不是說只能有一筆資料的 我們還可以添加其他不同的資料 例如我現在要新增等級和經驗值 那我就將上面這一串複製起來 然後貼上兩次 然後修改一下變速名稱 還有在排行榜上面顯示的名稱 我們按下Player進入遊戲 我們就可以看到等級和經驗值 也被加到排行榜中囉 不過這裡你有注意到嗎 我們的Coins是放在Level和Exp前面的 我是不知道你們怎麼想 但是克拉克覺得這樣子的排序很怪 所以讓我們回到程式畫面 當你想要為排行榜的顯示的資料 做一個排序的時候 我們的排行榜是按照你程式寫的 添加的順序來做排序的 所以我們現在把這個Exp還有Level 放到我們的Coins的前面 我們按下Play進入測試 OK這樣子我們就成功完成了 排行榜的排序問題囉 最後想必大家又要問這個問題了 克拉克我們的排行榜資料 還是不能儲存呀 這是當然的 因為我們還是沒有使用資料庫 來做儲存玩家資料的功能 不過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下一集的教學或實作影片 要介紹的就是儲存玩家資料啦 期待的話就趕快幫這部影片按讚 訂閱克拉克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們下一部 介紹儲存玩家資料的影片啦 那麼這部影片就到這裡 這裡是克拉克 我們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 掰掰 by bwd6